来 请继续收看 创意比赛 竟在运通 从摩台定多空 从产业选主流 大家好 欢迎收看旗鼓宣扬 我是运达头顾曾阿轩 好 今天台鼓独自开盘 今天区间不大 这是期货的走势 85到60 25点 坦白说 今天也没什么好做 因为很明显的 今天我们独自开盘量只有多少 300亿 那300亿你说你要搞到一个多大的区间也很难 对不对 没有量当然你不容易大涨 但是人家把它控制得好好 也不会马上大跌 所以今天特别有来喔 这一段的股票 蓄复 波段新高 最高冲到886 意思是说这一波蓄复反弹反弹反弹 创的新高 你即使你运气不好 你看我的节目买在这边的高档 你去追在这边 你到这边也获利了 所有人全部获利IMG 我们等一下再来讲这一档股票 可是之前我一定有提醒你这个东西 520行情之后波动会加剧 所以为什么我们要三入并进 我相信你很清楚 从第一档我们的选择权234% 然后到期货了最近的短多短空的操作 到今天行情陷入震荡 区间只有25点 不用急着出手 但是为什么这三样 我都有办法让我的会员获利 你刚才看到的是续腹嘛 人家在说水浅无大雨嘛 但是这条鱼子呢 你感觉如何 所以我们要因应整个不同 坛式的变化去做因应 我的意思是说 像今天机会拍手 对吧 25点你要如何做 你够够坍 你把上下的空间去掉之后 你够够坍10点好吗 20点好吗 那都不是决胜负的关键 决胜负的关键是在哪里 在这边 我有讲吗 5月13号 最恐慌的时候 他说你看哦 在这 7999 7999 我还记得很清楚 当天一样11点live节目 我说什么 日线指标备离 然后周线回挡八周 更重要的是什么 来到什么 上升平行轨道 我有在帮助你吗 我说你 即便在8400 8300 8200 都没有砍股票的 等到8000点 你才要砍 买乎了啦 请你持股勿杀低 然后呢 上来 我说你即使帮到烂股 你上来你可以卖在有尊严的位置嘛 可是来到现在 我说什么 要调整持股 要调整持股 这是6月2号 我们等一下会再跟大家讲一下行情的一个变化 所以 你如果没有调整持股 没有调整像我们到 到这个 300多元 不可能 1600档股票都往上 所以啊 同学你看嘛 这个行情 来 看时间啦 那当然你要留意的是 国际股市的变化 好 昨天发生了一个重点 头边有来哦 这是美股嘛 这是道琼 最近都留下眼线 很强没有错 好 昨天的非农就业人数 远远低于预期 只有增加3.8万人 原本预期大概至少要有15万以上 好 那不如预期 数字不如预期 为什么会拉起来 拌时间嘛 当然另外一个解释叫做 6月份升息的几率不高 所以呢 它会对于国际股市 我刚才已经跟大家讲了 会有变化 会有变化 好 那一般而言啊 你看哦 从2月到3月在这边 美股是涨的嘛 对不对 我们之前也跟大家讲说 它在高档震荡嘛 对不对 我说是整理嘛 我应该讲对了啦 因为很多人看崩盘嘛 崩你的大头鬼啦 到现在有崩吗 没有嘛 我说是整理嘛 还在整理嘛 那既然是整理 它就会拖时间 拖到 我预计啦 可能是6月中 6月中很简单嘛 6月中第三个礼拜 大概就是我们端午节过后 因为 他们每三个月要结算一次嘛 对不对 每三个月要结算一次嘛 所以 基本上我认为 美股的位置是 整理 在高档震荡 那到6月中会有一个变化 那这个变化也因为昨天 他的数据不好 美元指数中错嘛 那相对的 这个 这个叫上证 6月份他要被MHCI纳入 权重的机会就大成 那这个资金就会变化 所以你要怎么样去因应 接下来的时间变化 他的拖时间 我知道这拖拍走啦 那 我说没关系 这个都不是决胜负的关键 你只要在这种 比较拖时间的内地 你不要受重伤 你在操作一定是 在骑货的时候一定是 这个小书小银嘛 如果最近没有大行情的话 你看哦 这是我们在 之前跟大家讲的 这一波的反弹 到这边 我说介于3跟4之间嘛 他还有取高机会嘛 对不对 这个叫5月27号 好 5月27号我说 结算有高 可是13天上涨要留意短转折 那基本上 有没有形成一个转折 基本上没有 因为他还创了一个新高 因为这个量补出来 胶带一个高点 可是胶带高点之后 这量又出不来了 所以我要跟大家讲的意思是说 特别有来哦 像这样嘛 比如说 你赔 赔35点嘛 我们停损嘛 后面短空回来又赚17点嘛 就在6月1号 然后你看更神奇的是在昨天哦 来更正 这个是5月30号 我们也空在一个相对低点停力 这个都是小赚小赔啦 这个没有什么 然后你看昨天哦 昨天最神奇的 8585 8585 你看这时间点 昨天的9点35分 9点42分 8585 第5 这是人的走势 来看这些地 准到怕死人 昨天我们空在最高点 只有一个字啦 叫做准啦 准啦 好 我的意思是说 好 你 空到这个位置 你利于不败之地啊 要不要补的问题嘛 我们当然后面有补啦 因为 我的意思是说 在这种压缩高档震荡的行情过程当中 你不是跟他意气用 是跟他 马上要拼搏 不是这样耶 昨天的区间也不大 但是你能赚的 譬如说30点先赚下来嘛 你看哦 你如果昨天没有补 其实今天 坦白讲 你跟他拼 你看 现在也80嘛 也 你其实 昨天空在相对高的位置 你跟他拼 也讨不到便宜 所以我说了 每一个阶段 有每一个阶段 不同的操作策略 操作策略 那既然 我们 都很清楚 他没有量嘛 没有量 可是他要撑嘛 那他要撑 打带跑嘛 你听我的意思吗 棒球场上 不是每一次都要挥大棒 你知道吗 有时候打带跑啊 或者是有一些战术的下打 诶 探截30点也不错了 你听我的意思吗 那 我说到这边 都不是决胜负的关键嘛 这个短多短空 不能常态性量缩 那 当然 这一根补量之后 是不是又连续四天 又常态性量缩 你看这 所以 你到这边要去 仔细思考一下 这个是小时线 昨天打下来 连这个都没破嘛 我们就先补了嘛 好 这条线不能再破 极软线不能再破 那当然不破的情况之下 他有没有可能 往上面这一条 上缘去做满 是有可能的 是有可能的 因为很明显的 有人在拯嘛 有人在撑嘛 你听懂的意思吗 好那重点来的 这个日线指标的部分 来 他有一点点死亡交叉 有一点点死亡交叉 但是你要提防什么 他再拉出去一次 创新高的时候 他要交代一个什么 背离 所以我们都阴影 意思是说 你在高档的情况之下 没有亮 没有亮我们就逢高空 跌不下去 我们就先补 那当然预防最后一次 日线的背离 我看这个量应该是补不出来 那当然这一段时间 在高档震荡比较难做 那高档震荡难做的过程当中 我说你就谨守这个嘛 你不要这样嘛 你要成为市场上的赢家 很简单 不是大赚小赚 你 你 小赔嘛 顶多接受小赔嘛 你听懂为什么 你不要去大赔嘛 那等真正行情来的时候 什么叫真正行情 这个是不是真正的行情 五位十三 我说什么 大干一场啊 都是做多啊 8085买8095买啊 然后呢 手上升趋势线 走三角形收斂整理要往上 买全妈妈把它买下去啊 四十七啊 后边处理都会 一百五十七啊 然后这个是第一次 在今年一月底的时候 大行情啊 大行情你看 累积到三月底 五百四十点 十八胜二负 这个才是你要的 你听我的意思吗 所以 来 头发 时间 上半场之间快到了 如果你 你现在可能跟别的老师 现在还有一些讯息 那可能也没有办法带你赚钱 那甚至他的有一些讯息 都是很杂乱的 我想旗鼓全场在这边有三个保证 我们有三大保证 第一个我们只有一个讯息 也就是说你加入我的会员 我们的齐全都只有单一讯息 不会说这个会 这一组会员叫人家做多 那一组会员叫人家做空 然后呢 单边买卖 我们不会多空都叫你去挂单 不会 也不会叫你去说 这个开两个户头 太麻烦了 一个户头就好了 然后当然我们一定是 保证待进待出 这个严守停损停利 你电视上我讲的绩效 绝对是所有人 就是任何人 可以参与到了 你听得懂我意思吗 有些分析师他在电视上讲的 好像赚很多 可是你要去搞清楚 他可能只有十组模组 听清楚十组模组 或十种会员里面 两三组有赚钱拿出来讲 其中七组搞不好是亏的 你运气不好跟到那个七组 那你不是投诉无门吗 你听得懂我意思吗 所以我们有三大保证 我们不会说什么 这一组会员赚那一组会员赔 绝对不是这样 那个投机取巧 要就我们全体会员一起赚 要不然就是停损嘛 你如果说可以接受 我刚才跟大家讲的 大赚 小赚小赔 我们不要大赔 等会儿跟他交通 这是我可以给你的保证 好不好 那上班长时间到 建议动工作之后 我们再回来分享 保证 请用五分珠 吹吉他 请用吉他五分珠 五分珠 不好 运达头部张老师 妻子操作三大保证 一 保证只有单一讯息 绝对无多种模组 夸大不实 二 保证只有单边买卖讯 不会同时挂出多空双奖单 欺骗会员 三 保证待进待出 严守停损典力机制 电视绩效 绝不造假 张老师 吸收会期宣案 02-2781-0909 2781-0909 轴轮精细的磕痕 如同精准的研究判断 部分昼夜的运转 如同亲切专业的展业服务 我们讲究每一个细节 斟酌每一个环节 带领会员 转动过底的巨轮 因为珍惜托付 所以全力以赴 电打头部02-2781-0909 02-2781-0909 平常工作时 总是充斥着各种生命 所以休假时 我喜欢拒绝一切吵杂 让自己沉淀 享受着片刻的迷迹 Choose your online 额排气密窗 一只救世间 天安everyday 欢迎回到现场 好 车友来 这一张周线图 我还保留着 相信4月底 4月29号 我讲的时候 你有没有把它听进去 这4个字就先蹲后跳 当时候回档6周 我说再给它2周的时间 我说最差最差 就来碰原始上升趋势线 我相信到现在 你都验证了啦 你看这个周线 你就知道嘛 对不对 在这嘛 我说再给它两周时间 是不是周线连上红 先蹲后跳 在最危急的时候 我叫你不要杀地吃骨 这是上柜指数 那它是不是留下影线的红K 之后呢 连2红 连3红 连4红 然后呢 直接挑战季线 5月30号 再创新高 所以当初在这一根 最后的残黑港底的时候 有没有人提醒你很重要吗 你砍这8千 真的堆心肝 卖在这跟卖在这 600点 600点 好 我说 接下来是你要 调整持股 因为它现在属于一个高涨震荡 你说拉回有没有可能有吗 我已经跟大家讲 这边走1 2 3嘛 那这边如果说是一个 四波的跟整理跟修正 它不可能所有股票都上涨 甚至有些股票要震荡拉回 所以怎么样选股是 接下来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 你要先把最强势的族群找出来 当时候5月19号上柜生意指数率先站上季线 季线是最近才站上大盘 这个是5月19号 5月19号的位置在哪里 在这边 大盘还在8100耶 大盘还在8100耶 然后呢 它在这个上个礼拜才站上季线 那生计它绝对是一个未来的主流嘛 这样看就知道了嘛 那我们在电视上公开的第一档 一定是这个嘛 这一档我连遮都没遮 我告诉你 你要去留意 单季 第一季已经赚2块了 在这个位置 大概是80出头了 后面 它是不是 慢慢的往上 外资也有进注 当然你会觉得说 好像它的速度不是很快 可是投资本你要看 有些股票的操作 绝对不是你所想象的这样 这是到今天 某段新稿 投资本你看 意思是说 这一个波段起来 所有人有买续付的 都是货利ING 那投资本你去想想看 这一档股票 它后面有什么利基 投资本你去想想看好了 它做原料药的 这个叫台药也是 如果以蓄付它的获利 比台药还要好 那它已经冲到九字头了 它是不是有点委屈 这个就是操作的逻辑跟方法 你看这个华珠 长也买 跌也买 那最后一定是推升 它继续往上 所以我说 这边的一个调整的持股 非常非常的重要 生计是我们认为 在下一波 即使大盘还要整理的过程当中 它有机会逆势往上的 因为摆明了 生计就是未来的一个主流 新政府都全力做多嘛 当然指标股是看这个嘛 它强不强 耗顶 还有终于 可是在这么多的生计股里面 你一定要有几档 根正有一两档 是比较稳健往上的嘛 你看得到它有在获利嘛 新药的风险当然比较大嘛 对不对 或许你看得到你吃不到 可是这种稳定往上的 如果你有一个波段的持股 投入你自己去想想看 这是不是底部 这边花了大概两个月的头部 这边大概已经有三到四个月的底部 它有没有机会往上去挑战新高 你听懂我意思吗 有些股票该留该卖 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价值 如果我没有坚持蓄负一直棒到现在 你看今天创新高了 我是不是少赚 可是有一些不是大家所想的那样 你也不能说 张老师看好生计股 你所有的生计股都下去买 然后也不懂得要去做一个调整 也不是这样 我举一个例子 这个叫百言 我们曾经买过 这边的指标背离 这边破了一个心力之后背离 延三红之后的拉回我们做多 因为我知道它有机会往上 所以你看哦 五月三十号亮灯涨停 但是 这边我出掉了 我不出 投票回到原点 所以一个好的老师怎么知道哪些股票在什么时候要出 什么时候 或者是什么股票不用出 它有它的一定的逻辑跟道理 但是这个逻辑跟道理 我没有办法在节目中 我们时间节目很短 一一跟大家做一个答复 不可能 百言很简单嘛 精力的时间没够嘛 所以我们这边抢了一段 短多嘛 那你看出的漂亮也漂亮啊 可是同样的都是生计股 为什么我们这一档股票就敢爆 这就是你跟我们之间的一个差别 好 生计股接下来你要去留意的哦 有两档的医美股 我认为医美股也要发动 这个量都出来了 但是你不用等它出量的时候去追 等它量缩的时候去布局 这是一档高价的医美股 毛利71%配息5元 又跨入电子商务 今年的业绩一定会成长 第二档是比较中价位的医美股 单季在第一季也赚了两元 单季赚两元股价只有五开头 那这个底部形态 也非常非常的完整 这个是接下来我们会去布局 生计股两档非常重要的 那当然有一些股票需要调整的 当然你不知道怎么调整的 也请你一并打电话进来 让我可以帮助你 那当然最近我们有一个 这个吸收不良的会期 如果你可能在其他老师那边 没有办法赚掉钱 或者说他的胜率很差的 你可以利用我们这个 吸收不良会期 包含股票的部分 我也会帮你调整到到位 什么股票该出 什么股票该留 我相信我们都会 以非常专业的一个状况 来帮助你 好不好 那时间关系 最后一祝大家 下周超级的问题 我们下周再会 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飞机之客 也有大正确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并自负 可无存风险 运达福部张老师 妻子操作三大保证 一 保证只有单一讯息 绝对无多种模组 夸大不实 二 保证只有单边买卖讯 不会同时挂出多空双奖单 欺骗会员 三 保证待进待出 严守停损平利机制 电视绩效绝不造假 邦老师吸收会期专案 02 2781 0909 2781 0909 02 2781 0909 02 2781 0909 台北市有限电视新选择 北都数位有限电视 挑战台北市最一价 平均月付350元 立即享有 全数位高画质影音 高收视率频道通通有 再送数位机上盒 现在就换 北都数位有限电视 几十tit了 最重要的是 最大的